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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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中原比雷F4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成球总经理 亲爱的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的朋友们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代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在西中资机构 企业 留学生和华人华侨 对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对希腊各界给予此次活动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从古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中国西安出发 一路向西 克服种种困难 横跨亚欧大陆 探寻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渊源 记录他们在经济 社会 人文领域发展的新成就 多撒友谊与合作的种子 这一壮举秉承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 开拓进取的品格 弘扬了古丝绸之路 开放 交流 包容 并蓄的精神 我向你们致以崇高敬意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 为东西方文明的丰富发展 以及相互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古丝绸之路就是最好见证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七月 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了过境访问 六月 李克强总理对希腊进行了正式访问 中西两国领导人就共同推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达成重要共识 中西举办了首届海洋合作论坛 宣布2015年为中西海洋合作年 双方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等一系列重要的合作文件 中西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我们所在的中原比雷F4港集装箱码头 就是中西两国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成果 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集装箱码头 并且通过与中东欧地区相连的铁路 正日历成为亚欧海铁大通道的重要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 一个月前 79名中国公民 搭乘希腊萨拉米斯号军舰 安全顺利地从利比亚撤离 抵达不远的比雷F4港客云码头 这是中西两国人民患难与共 历久弥坚的身后友谊的又一次生动体现 今天我们相聚在此 请美丽的地中海坐镇 中国 希腊 两个文明古国 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 携手创造辉煌业绩 实现共同振兴 为世界和平 人类文明进步 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预祝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 好的 谢谢周大使 也谢谢您对于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的美好的祝福 同时呢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希腊外交部秘书长米哈洛斯 与我们采访团的团长一起来为我们的通关文碟盖上大印 有请二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以隆重的掌声 有请出我们中国驻希腊大使 邹萧丽大使 以及我们的杨文盟团长 一起为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的通关文碟盖上我们的通关大印 有请您 有请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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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邹大使 那么我们每到一处丝绸之路万里行 都会在当地留下一个 代表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的路桩 那么接下来也有杨文盟团长 把这个路桩赠送给我们的邹大使 有请 好的 谢谢二位 那么我们四周之路万里行 从7月19号西安出发 那么今天已经抵达到了 我们美丽的希腊雅典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一路向西 直至我们的目的地罗马 主持人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现场先交还给你 好的 谢谢刘瑞 可以看到我们在希腊 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 我们的祝希腊大使 也是亲自为我们受上了 我们通关文碟上的印章 那么其实上希腊确实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国家 通过刚才我们这一撇之间 我觉得被称为世界的项链 真的是不如为果 那刚才我们通过直播连线 看到的是在希腊比雷F4港 我们举行的一个现场的活动 那我听说今天这个现场活动的内容 还是很丰富的 接下来这个孔子学院的学生 可能还要进行一些表演 那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 您现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那眼下呢 我们思路万里行的全媒体团 已经到达了美丽的希腊 没错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 是我们在这个比雷F4港 所举行的这一场活动 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通关文碟上 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印章 那么这场活动呢 还会有一些丰富多彩的内容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把信号交给我们 前方的主持人刘瑞 刘瑞 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那么刚才呢 进行了我们的通关文碟 以及陆庄的赠送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授旗的环节了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 同样我们邀请一位 重量级的嘉宾 他就是中原比雷F4 集庄码头有限公司的副总 然后呢 给我们四绸之路万里行团队的 副团长 吴斌先生 进行授旗仪式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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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二位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演公司 能够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动下 为我们的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感谢您 那么同时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啊 看到我右手边 现在呢 站着很多我们外国的朋友 但这些朋友可不特 可非常的特别 他是我们当地孔子学院的学生 同时呢 还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 当地耳熟能详的歌曲 叫做《比利斯亚的孩子们》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听一听他们的歌声 有请 《比利斯亚的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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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在北京,在上海,在新西兰,在加拿大,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们,我祝你们好运。 好的,谢谢,我也相信啊,你的祝福也一定通过我们的电视传递给你们的朋友了,也希望呢,你能够早日回到中国,也实践你的梦想,好不好? 也谢谢你们彭子学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谢谢。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我想呢,今天他们看到了有这么多中文的朋友们在这儿,一定会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那么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首先呢,我们先邀请他上场,然后让他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你好,你好,你能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Yasas,Malene,邓子军,Email,Bording,陕西,Stinkina。 大家晚上好,刚才呢,是用希腊语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邓子军,来自陕西省安康市巡洋县,那2011年的时候,我作为汉语志愿者教师来到雅典商务孔子学院任教至今,已经生活了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么长时间的生活里面,很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陕西老乡,所以今天看到咱四绸之路万里行的车队来到这里,有这么多陕西乡党,觉得非常激动。 那预祝咱四绸之路万里行活动圆满成功,承载着咱陕西文化,中华文化,沿着四绸之路走进欧洲,走向世界。 那中秋佳节将至,在这里也祝陕西的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何家幸福,谢谢。 原来是我们陕西的妹子啊,真的是在这帮水土下也养育得更加的漂亮了。 那你现在也一定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包括家属还在陕西当地,那你现在在这边是做什么的吗? 我现在在这边一方面是工作,教学,另一方面也是在雅典商务孔子学院,学习MBA,国际MBA项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四绸之路万里行团队啊,也是从遥远的家乡,从西安出发,然后四十多天抵达到了我们的雅典。 那么还想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一下你的中秋的祝福。 嗯,那嗯,都说其实外国的月亮没有比家乡的圆多少,嗯,所以此刻还是很思念家乡的月亮,嗯,那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也祝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嗯,中秋快乐,何家幸福。 好的,谢谢你。 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以为你要说心知向往。 还真的是心知向往,你看这个当地孔子学院的这个学生给我表演了一首希腊的歌曲,这说实在的是我头一次啊,听到这个希腊文唱的歌,原来这个也可以这么优美动听啊。 还有这个我们发现呢,我们在这个雅典呢,也是上演了一出这个他乡遇故知啊,还碰到了一个咱们陕西的乡党,真的是特别的亲切。 那么也让我更加期待我们的万里星媒体团能在希腊这个美丽的国度,为我们发挥更多精彩的故事。 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让咱们先去一顿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路进行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正在直播的四路进行时,那么一路向西,我们的目的地是罗马,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爱思路APP,与我们取得互动。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各位准备了这个有奖问题,它是爱琴海最著名的岛屿叫什么名字? 如果说您知道答案呢,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爱思路客户端,将有机会获得由华山论剑西凤九提供的100毫升珍藏版一评。 那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直播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获奖观众,他们是? 他们是倔强的可爱陶乐以及夏日详奇以及153陕西卫视8781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嗯,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啊。 其实说起希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起来,它那个最著名美丽的海岛圣托里面。 没错,像我这样一样一样。 对不起那呢? 时不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